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員頭顧楊天迪 今天是5月9號禮拜四 台股在今天是開低走低 這兩本週的狀況是禮拜一跌 然後禮拜二反彈 禮拜三小回穩到今天是在跌 那兩次跌的部分 它是量加倍率的 你看禮拜一跌 跌的時候是放量 禮拜二反彈上去 禮拜三小平穩 禮拜四再跌還是放量 量的判斷是由20日均量之上來判斷 所以我們在跌的過程當中是放大量 在反彈獲得平穩的過程當中是量縮的 那我想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空方主控 所以這是一個空方主控的格局 所以你記不記得我在上禮拜一次 跟你講要風高站在賣方 我們必須要收一點資金回來 甚至到了什麼 到了禮拜二的時候 這一天不是大反彈嗎 彈了快一百點 這個大反彈 而這個大反彈 我一樣是賣股票的 我在這一天賣了兩檔股票 一檔是上銀 一檔是旗紅 對我們來看一下 我賣上銀 當時是小停損 我有跟各位談過 就是我278買的我273把他賣掉 如果我不賣現在剩下258 好 那我是禮拜二我賣掉 其中賣45塊 如果我不賣現在收40 但這兩支股票後面再去 再去跟你 我待會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一個看法 那我為什麼會去站在賣方 我不是告訴各位 這叫不規則修正嗎 這叫不規則頂點的修正嗎 對吧 A波的修正下來 這個B波的反彈 這個A波修正的高點是11077 那B波的高點是11097 好像說這個好像往上跑 所以記不記得那一天 我跟你談過 我說那個量不對 量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不規則頂點的修正波 當時就預測會跌破月線 那真的殺下來之後 很多人會說會不會回到季線 我的判斷是應該在月季線之間找一個平衡點 那這個平衡點 我把月線跟季線加起來除以二 大約是落在10765點 然後今天是10733點 稍微跌破 我們就看看明天有沒有辦法做回穩動作 我覺得要馬上跌破季線 應該不至於啦 如果說川普真的開始打貿易戰 那就沒轍 那我是希望他們兩個會做下來協商 所以相對來講 你待會來談這個問題 我把我今天會跟各位談貿易戰的一個變數 跟你要操作的一個策略 所以記不記得我跟各位談過 上個禮拜我們在出了股票之後 我們大概都保留現金 然後禮拜二拉上去之後 反彈上去我一樣是賣股票 一樣是保留現金 那我也跟你談到等待也是一種策略 我在保留現金我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貿易戰到最後會不會開打 就是你的10%會不會增加到25% 所以我必須要因應要保留現金來因應 第二部分呢 我在等什麼 我在等好的股票要跌到我要的好買點 那我現在肯定的告訴各位 我心中有了三檔股票 而這三檔股票都跌到我要的好買點 那為什麼不出手 因為大盤太爛了 我暫時還不太出手 但是呢它價格已經回來了 好價格回來之後 那什麼時候來買 好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啊 很多人說我們到了合理價位之後就出手 可以啊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沒有可能超跌呢 是有可能超跌的啊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有一檔股票 它的100塊是合理價位 好你在100塊出手買繼續之後 因為大盤不好 它還是往下跌 假設它跌到90塊 然後呢你說貿易戰假設真的 這個如我們大家樂觀的預期 就是後來還是簽了協定 那禮拜一會大漲嗎 那禮拜一大漲 假設它這個開盤就漲到96塊 那我告訴你我追96塊 都比你買100塊來的什麼 來的安全嘛 來的什麼 來的更便宜 你們懂我意思我再講一次 假設有檔股票它的合理價位叫100塊 但是因為大盤不好它會超跌 對吧大盤不好它會超跌 那你可以在100塊買 沒有問題因為它已經合理了 但是呢如果大環境是不理想的 好那應該這麼說 如果現階段大盤就不理想嘛 因為我們所有的問題要等到禮拜五晚上川普 到底有沒有把25%的關稅拿出來 那我們才會知道嘛 結果我們現在都不知道結果 所以你與其在這邊去買100塊的合理價位 那假設禮拜五晚上好禮拜五晚上有樂觀的預期 就是他們沒有打貿易戰 好禮拜一會不會大漲會嘛 你會擔心大漲買不到股票不可能 除非每一支股票挑工廠你滿鎖住 不可能嘛 所以在目前為止當中它會盤跌啊 因為大盤不好它會盤跌 從100塊跌到90塊 跌到90塊之後禮拜一大好 它開盤假設96塊 我買96塊都比你買100塊來的安全嘛 懂嗎這就是我認為要保留現金的一個最重要關鍵 所以現階段我就保留了幾檔比較中期的股票 你知道我比較看好的幾個方向Namfresh啦 Namfresh我是看好 但是你看我那樣會超跌 那個股價一樣會打下來 然後那個矽智財我是看好的 好那所以我保留了勵望 群聯我也保留 然後但是我在禮拜二的時候出掉上癮 對吧 我也跟你談過這個觀念 好 待會再來談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一個結構 我認為它會回到這個中間點來去判斷 好 那我們希望今天有點超跌 明天小漲漲回去 不過那個量一定說 因為大家大咖會等到你貿易戰 真正不是開打的時候才會進來 如果你開打可能短線上面會先跌破季線 好 那你也不用太悲觀 跌破季線就會反彈 因為我們已經視線在反應 我們現在就在反應這個貿易戰的一個問題 我們已經往最悲觀的來反應 所以真正開打之後 好 假設真的開打 短期打下去之後會拉起來 但是後面這一段漲上來 你就可能要風高站在賣方 因為中期的結構面來看的話 會因為貿易戰的影響而影響非常大 好 這是我認為後面的走勢 但是你也不用悲觀到 這個好像世界末日來臨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股價修正到合理價位了 通常它股價就會上來 對吧 就好像我們去年不是就開始打貿易戰嗎 那個10%的關稅迎科了 那股價修正回來之後會不會反彈 會嘛 你只要去抓中間點的一個部分 它不會跌到0 我不知道這樣講你們理不理解 它不會跌到0 除非你的股票是什麼 是投機股 投機股也不太可能跌到0 但是會暴跌 所以你不要貿然的進場 那基歐股會超跌 超跌之後 立空出境之後會做一個跌升反彈 好 到時候再來看這個東西 所以第一道支撐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10750點左右 我剛剛已經講了 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就等待 等待貿易戰 假設沒有任何問題了 應該禮拜一就往上漲 如果有問題了 先往下打 破了季線之後 然後立空出境會開始往上漲 好 這是我大概的判斷 所以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就要有兩手策略了 我也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談成協議 但是我也害怕 你們有一些比較報復性的行為 所以我就必須要保留一部分現金 保留一部分股票 那股票的部分 一定是要跟貿易戰比較沒有那麼相關的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禮拜二 上銀我把它占在賣方 273賣的 我278買 273賣 那為什麼賣它呢 就是我第一個想到 你貿易戰如果真的要打 受害最嚴重是誰 受害最嚴重就叫工具機 對啊 這沒有辦法 之前我認為貿易戰沒有這些問題之後 那當時我跟你談到工具機的什麼 這個工具機展有沒有接單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不是告訴你嗎 我買進去的全球船是70塊買 74塊買嘛 那這一波談上去83塊 我先賣掉全球船嘛 我不賣今天收盤叫70 所以而且為什麼先賣全球船 如果貿易戰開打影響最大的 一定是中國市場 那全球船在中國的市場 它的比重比較高嘛 然後為什麼後來決定要賣上銀 因為如果工具 如果貿易戰打下去之後 就算你不打啦 就算你不開打 那你現在的盤跌期間 你要也要避開這一類股票 因為它受害是最嚴重的 所以我為什麼273賣掉上銀 我不賣現在收盤叫258 賣的是對的 好 如果禮拜一 假設這個貿易戰的部分沒有打下去 是禮拜一是開大漲 我不一定要買回工具機啊 因為我隨時會受到你的川普 在推特上的一個影響 我可以去買進跟什麼 跟貿易戰相關性沒有那麼大 或者台商有一些轉單效應的公司當中 你把它轉過去會比較安全一點嘛 好 這是一個我去賣上銀的主要的關鍵 賣上銀是因為基本面可能會被改變 這種股票賣掉之後都不會再接回 好 都不會再接回 那賣其紅呢 賣其紅就是真的只是抽馬面的問題 我45塊賣的其紅 基本上就是抽馬面的問題 你看我為什麼要賣禮拜二 你衝高本來很好啦 但是你不能衝高殺低啊 好 最高衝到46塊8萬 我不可能賣最高啦 這個當他殺低回來的時候 連46塊都已經跌破了 就開盤價跌破 我稍微看了一下 跌到45塊附近 我就站在賣方 好 那當天的放大量 是不是抽馬面出問題 好 那今年其紅為什麼開高 為什麼開高 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所以其紅的基本面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它就是我要的10指5G的概念嘛 但是問題的重心點是 抽馬面出問題啊 所以我必須要讓你消化抽馬面 然後呢 價跌量縮 或者帶下影線 我才會再重新進來嘛 基本面改變的上銀 我不會接回 那其紅是因為抽馬面碰到問題 但基本面一樣好 拉回找買點嘛 這個就是一個好股票 要拉回找買點的概念對不對 我給你談過這個觀念 那現在就是它的這個量的部分太大 我讓你去消化一下 然後或者禮拜一來買 或者明天打量說打下去之後 我找個點來買 關鍵在這邊 所以我想這是主要的關鍵 對於我們在選擇的方向當中 怎麼去做 好 其紅這4月營收是創歷史新高的 好 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說明它的成長動能再起來 事實上在散熱族群裡面 我為什麼會比較看好其紅 是因為它打入華為的供應鏈 不是打入手機散熱 我現在跟你講的都不是手機散熱 好 很多人說你看那個雙紅啦 那個什麼操縱啊 打入三星的手機散熱 所以跟5G相關 好 那有點牽強 你5G要做的話一定是基地台些什麼 先建置嘛 所以基地台散熱才是10-5G的概念 手機散熱是其次 那是後面 所以其紅打入華為的 基地台散熱的這個供應商 主要的供應商 所以它當然它營收動能會上來 華為拉貨嘛 好 所以基本上10-5G的概念 是我們後面會去尋找的一個方向 這個其紅部分我再等 明天或者下禮拜一 我會把它接回來 大概概念是這樣 好 同樣的我還有一檔 10-5G的股票 有沒有 這檔我今天就沒有賣了 這個我沒有賣它了 那基本上本來想要加碼 還好沒有去做加碼 因為大盤實在太差了 不然聖達克4月1週創歷史新高 標準的10-5G概念股 對吧 所以我們讓它做沉澱一下 這個今天看起來其實已經很抗跌了 雖然是開高走低 那開高的原因是10-5G嘛 你相比一下4月1週創新高 創歷史新高 你相比一下七紅 4月1週也是創歷史新高 可是七紅就有人在調了 所以七紅的問題在從馬面 那聖達克的問題 唯一的問題就是大阪不好 所以有一些賣壓出來沒有關係 那反正你手帶100塊我就不太理你 所以我想這就是主要的關鍵點 我們怎麼樣去看待未來 這才是重要的關鍵 10-5G跟炒作5G是不同的 好 我從4月份就開始講這個概念 你不要一直找炒作5G的概念 什麼叫炒作5G 這個就是炒作5G 利智的散熱請問 利智的散熱打入誰的供應鏈 沒有嗎 沒有嗎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一個狀況 結果股價竟然都往上跑 當時在炒作的時候是5G散熱 5G散熱對散熱需求很高 對吧 你們當時在看市場的時候是這樣看 我怎麼看都看不出來 他打入誰的供應鏈 人家雙紅跟操縱都還打入散熱 這個三星的手機散熱供應鏈 好 再怎麼樣人家也是什麼 也是有點10-5G的概念也有了 但是利智沒有 所以你看這叫炒作股 這叫炒作5G上去就下來 有沒有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現在全部跌回起跌點 從64塊跌回起漲點 從64塊已經跌到了32塊半 就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腰斬 股價腰斬 像這樣的股票就是我一次跟各位談了 我當時為什麼跟你談到利智 我一次跟你講利智不對 利智不對 原因就在這邊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 你看 有些炒作5G上權 它跟5G有什麼關係 可是這一段上來 不是市場都在喊它5G嗎 沒有啊 所以它就掉下來 所以你要知道一點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實質5G的它的營收動能會上來 4月營收裡面能夠成長創新高的 森達科10G5G 齊鴻10G5G 那齊鴻的部分是籌碼面出問題 所以我們要等著籌碼面沉澱之後再來做 我想這是關鍵的問題 好 不管如何現階段來看 那當然Netfacial還在觀察 所以我去年並沒有賣 好 今天去年4月營收是不好的 今年來的次低 股價在開低之後往上拉高 好 你就看到很明顯嘛 很明顯它往上拉高 那群聯的優勢在哪裡 它既是控制IC 又是什麼 又是模組端 它等於最上游跟最下游它都有 所以它的優勢比其他的同業來的更優異 第二個部分 我跟各位談過 Netfesh的控制IC必須要有個出海口 什麼叫出海口 你要跟原廠來搭 你沒有搭上原廠你就沒有辦法 你懂我意思嗎 你必須要搭上原廠 所以群聯的大客戶是誰 Kingston 另外我還告訴各位 他去年的12月的時候 他跟優畢達簽訂了協議 成為戰略合作夥伴 那優畢達做什麼 做的是雲端串流平台上 然後去年底的時候 又跟大陸的紫光 紫光存儲在北京簽署了合作協定 那合作的部分就從設計到代工 都可以什麼 做合作的概念 所以他一直在找出海口 所以群聯在找出海口 群聯的優勢就會比較大 所以Netfesh的部分 目前我仍然看好 仍然看好 只是說 現階段如果貿易戰打下來之後 那個需求有沒有辦法上來我還不知道 但重要關鍵點 現在你報價只要往下掉 掉到後面之後變成SSD 叫固態硬碟的報價也再往下跌 那報價往下跌的情況之下 現在延調機構在預測了 今年SSD的滲透率會達到5成以上 什麼叫滲透率 什麼叫滲透率5成 譬如說NB的部分 你兩台筆電 其中有一台會用SSD 滲透率就是5成 現在很多人在做存儲動作的時候 是用什麼HardD 叫傳統硬碟 傳統硬碟 固態硬碟的價格比較高一點 但是你 現在固態硬碟的價格一直往下掉 你打破甜蜜點 打破甜蜜點之後 那我會改用什麼 SSD 因為它的一個方便性 會比固態硬碟來更高 所以SSD的需求會開始爆發出來 當需求爆發出來之後 那群聯那個這個爆發力就會出來 所以為什麼會留群聯的概念是這樣 好260買的265買的 那今天收盤是291 當然我們算是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認為它的一個爆發力還會有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值得關注的就是 目前我大概了解的就是 中國大陸那一邊 那個安全監控有沒有 那個監視器 安控的部分 基本上可能會改用SSD來做儲存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SSD的爆發力會很大 所以我想我非常看好群聯的關鍵在這邊 當然你報價不可能馬上上來 你報價還是要等到下游的客戶補庫存 但目前看起來已經開始有回補庫存的動作 如果SSD的一個需求上來 SSD裡面要很多的Name Flash 所以SSD的一個一旦需求上來 那個Name Flash的需求就會上來 那Name Flash的需求上來 群聯就會往上漲 好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探討這些概念的時候 你要稍微瞭解 而且他從高檔修正回來 修正回來目前看起來已經手穩在季線之上 那後面只要大方向 對就是貿易戰的部分 沒有太大問題他就往上走 所以我目前的一個策略是這樣 我保留一些中線的持股 然後我保留一部分的現金部位 適當的現金部位 我再等的一個機會就是 我先跟各位報告 已經有好多好股票 已經回到我要的價位之下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要的價位之下了 我現在只是在於說 我要等到貿易戰有了好消息之後 我再來出手 那為什麼 因為我寧可去用什麼 當你的不確定因素消除之後 我寧可用追的 我可能買的都比你安全 重點就在於現階段來看 到底美中之間會如何 我的判斷 我的判斷是這樣 我希望應該說我的希望 我希望美國跟中國兩大國 坐下來談 然後因為劉鶴已經飛過去了 所以應該是要談了 那希望大家能夠各退一步 就是在已經達成共識的部分 你先去做簽約的動作 那有一些比較具有爭議性的 還需要溝通的部分 你們延後時間再來談 而不是你直接提高關稅到百分之二數 如果直接提高到關稅到百分之二數 什麼講法都沒有用 一定是先跌再說 所以因為要避免這個情況出來 我才會去保留現金 好 但我們希望是這樣走 但是後面如何我們不知道 但是重要關鍵點是 如果你一旦滿手股票 你就會害怕 如果你的現金不會有適當的比例在手上 你就可以因應後面的一個變化 所以現在行情到明天禮拜五 大概也不會有太大的一個狀況 明天是一個等待盤 好 等待什麼 等待他們到底結果如何 可能牌面上都會比較沉悶一點 好 今天的賣壓大概宣洩掉一部分 明天的一個等待盤 我們就看看後面下禮拜該怎麼來動 另外一個部分 原先我看好蘋果派 不過如果這一次的美中貿易戰 假設真的貿易戰的關稅提高到百分之二數 可能iPhone的iPhone部分會受害 因為蘋果有蘋果的組裝 還有很多零組件是在中國大陸 除非蘋果是被秉除在外 那之前的10%的貿易戰 那關稅戰 蘋果的產品是秉除在外 那這一次如果25%真的出來 可能對蘋果的一個產品是不利的 所以蘋果供應鏈 我暫時先放在一邊 以後再來做觀察 好 謝謝今天收看 年團時間再見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